你们大家都拿到好处了 到底是谁要来安置我们 对啊 大家 好好好 哥谢谢 我是华光的原住民 我姓郑 政委会 那各位看我的年纪也知道 我已经快50岁了 我从出生就住在华光社区 从来没有搬离 它就是我的根 那我还是一样 我们居民的诉求就是希望 能够就地优先安置华光社区居民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理由有三 第一个就是说 市府从以前的长官啊 都一直承诺要安置我们华光社区居民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市府能够兑现 对人民的承诺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们也希望呢 市政府能够落实基本人权跟居住权 我们是一个先进的 现代的台湾社会 对不对 可是我们是遭破千人的居民 所以希望能够落实这个居住权跟居住正义 最后一个 希望呢 委员们这边可以尊重我们华光的历史脉络 还有我们邻里之间的网络 让我们的华光社区居民 我们都是中高龄了 七八十岁了 对不对 希望能够让我们老有所踪 落叶归根 我们只有这样的想法而已 所以这三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优先 安置华光社区居民 最后我们也希望说 这是我们人民的财产 我的家 我们被法务部破千 法务部破千的理由是因为国产署 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处理原则 可是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居民生活的状况 对不对 拆了我的家 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我也希望能够成立所谓的专案 专签的方式 对我们人民进行补偿 那我们现在日子真的很难过 所以拜托委员 体谅一下我们辛苦 苦民所苦 谢谢 谢谢